使用传统祭祀的缔约仪式 十七后四十多位的在下族人 一起来到立法院和三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 签订合作共好永续的伙伴关系 其中在下族民族议会 北群和南群的总议长都来到现场 强调这一次和三山国家风景区签订伙伴关系 未来将加强推广部落的多元观光发展 我们在下族最特别的是说 目前一名会所推动的 所谓的制裁权 我们赛下族也名列前茅 所以说结合观光跟产业 跟发展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共管机制里面 做一个延商 做一个良心的互动 尤其我们在十六族里面赛下族 所保存的税食基因算是最多的 我们这个三山国家风景 能够结合到我们这个 这是我们赛下族的一些文化 不出几年了 我想三山国家风景区应该是在我们国内 应该是算是蛮不错的 棋盘运用自身文化将游客带进部落发展经济 进一步让青年族人回向就业 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故事 更要促进社会认识多元文化 不过开发观光潮就像两面镇 三山处表示 除了协助赛下族人发展观光产业外 游客的教育也不能够忽视 我们推展的观光都要跟赛下族一起来讨论跟合作 做怎么样的活动 办什么样的一个性质的一个观光 都要大家一起来认同一起来推广 那我们同时要教育游客 教育游客来尊重我们在地的部落文化 未来赛下族人和三山处签订完伙伴关系后 后续将举办共事会议 具体讨论合作内容并逐步修正 现场除了多位族人北上参与之外 各元民立委也都派代表出席 共同监督并落实原基法保障的林业共管精神 原来新闻格量八度立法院采访报道